小红书的那个微博账号挂了 说实话啊 就是谁挂我都没想到 说小红书这种号能挂了 一千多万粉丝 说没就没了 就一件事 就干了一件事 6月4号那天啊 发了条微博 今天什么日子 我真的不相信呢 小红书的编辑 这个微博的小编啊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跟六四有关 因为他们很可能啊 根本就不知道 小红书是干嘛的 小红书就是一个时尚的 人家卖东西的 根本跟你这个东西不搭接 他也不可能像我们这种岁数大的人 他很有可能是非常小岁数的一个编辑 他才能干这活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为什么我一定知道 不是他知道这事啊 诚心发这个 其实特简单 您知道吧 就是我给您讲个故事啊 就是当年啊 我还在媒体的时候 咱就不说哪个媒体了啊 咱不说哪个媒体了 然后呢 出了个事 这事具体 说的我呢 就没法具体怎么说了 这个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同事 还有前同事还在那个地方工作 然后就反正是因为六四的这个事 他出了点事 没把面上的事 然后呢 这个结果一问 就是80后出生的我的这帮那个小手下们 小同事们 几乎就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就是说这块是个坑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 然后领导就惊了说这说你们也是做媒体的 我操 这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你怎么做 这这全是坑 你这个到底到底你要不要干活啊 对吧 然后呢 临时就把我给弄过去了 因为那天我正好还休息 然后快拎过去了 说你给他们赶紧全培训一遍啊 这个到底说这个国内的这个有几个高压线 你不能碰 是哪几个高压线 比如这个宗教政策什么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说我一直没有就是领导也说 我说我一直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说呀 我自己的媒体的这块人员 没有说这个这方面的常识 我心的话那不废话吗 你他妈的招这帮孩子过来的学生 那个他们上学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告诉你啊 对吧 你想80后的孩子 对不对 真正说上大学了 都都都什么时候了 都90年 都快都快都快2000年了 是不是 那这玩意儿过十几年了 这个整个的记忆是被消失掉的 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存在一个黑洞一样 就是特别多的人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不但是不知道说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 就是你比如说海外说说不来了 就是这个反贼这一边的说法 甚至于连正方的说法啊 这个政府的这个说法也没有 他那个时间呢 就是消失掉的 这整个的这个时间段是消失掉的 这个事件也是被消失掉的 所以呢很多人很多人年轻人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 这我不开玩笑啊 是当时我是真的去问过他们 说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一帮孩子跟我说 我们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上学的时候也没跟我说过 这到底是什么事 我隐约有几个人听说过这事 有那一两个知道一些详情 但是他们平时也不说呀 这个东西不是平时聊天的一个材料 那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它不论你是怎么说 它是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这段历史呢 是被屏蔽的 而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你看小红书 踩的这个雷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踩的是什么 您知道吧 他不知道自己踩的是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 这跟平时的日子能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你当你把一个历史 变成了一个黑洞的时候 那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然后你又自己有心虚 你又不能够说是让他曝露出来 结果呢 就会产生这种效果 那这帮人就是都不知道 然后踩坑了 踩坑完了以后会怎么样 踩坑完了 大家知道的人就会给他们科普 我当时都是 我得给他们科普 这帮孩子到底干 不能让他下回再出什么问题了 就得原原本本把这件事情 跟他们都说一遍 包括像宗教政策 为什么是这样 反正这些做媒体 正规媒体的这些雷 这些坑 我得跟他们都说一遍 所以您看 这件事就是这种历史的 而且是没有多少年历史的黑洞 闹出的问题 结果闹的是 为什么这段历史还能够被传承下来 还能够被人所知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说这件事 我在国内 我既也不说这事 这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可与严者 基本都是那批人了 对吧 我们年轻的人不说这个 那怎么让他们知道的 是因为都是这种情况让人知道的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您看 这个黑洞 虽然它黑 但是它始终是存在在那个地方 而您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行为 到被别人所知了 好 谢谢诸位